近日美国卫星在中国黄河上方拍到惊人一幕 彻底被眼前画面所惊呆了 黄河水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绿色 那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场河 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孕育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 同时黄河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 民间形容其一碗水半碗沙 那么假如现在问你 你印象中的黄河是什么颜色 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 是黄色 而就在近日 美国卫星在中国黄河上方拍到一组图片 显示黄河水突然变成了绿色 对此很多人纷纷表示这太不可思议了 黄河水竟然由传统的土黄色变成了浓郁的绿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黄河水变率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黄河湖口瀑布东云山西省临焚市极限 西林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 为两省共同旅游景区 因黄河奔流至此时 两岸非常陡峭 河口瞬间从宽300多米的水面 被压缩成20到30米的宽度 在从落差20多米的斗崖上倾斜而下 形成了一种千里黄河一壶收的骑士 顾得名湖口瀑布 同时湖口瀑布也是我国第二大瀑布 更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一年当中 湖口瀑布最壮观的时期是在水量充足的汛期 时时流量可达每秒2700立方米 场面极为壮观 众所周知 黄河和水之所以呈现黄色 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土地早在周勤时期就被开发利用了 所以随着时间的洗礼 黄土高原的地表植被早已被砍伐 破坏得非常的严重 再加上黄土高原土质疏松 于是每到黄河的雨季 暴雨就会携带大量的泥沙汇入支流 而黄河的支流众多 日积月累 黄河就变成了水少沙多的黄色河流 黄河全长5464公里 但年均静流量只有580亿立方米 仅占全国江河总量的2%左右 流量少不利于冲沙入海 水沙关系的协调已成为治理黄河的重点和难点 从泥沙来源上看 黄河的泥沙主要是黄土高原及风沙区的产物 减少泥沙入黄才是根本之策 为实现源头制黄 2000年以后 我国开始在黄土高原实施退更还林 推进植树造林工程 加强了边坡地带的水土保护 有效减缓了泥沙流失的速度 据数据显示 2008年的黄土高原绿化面积只占30%左右 但到了2019年 黄土高原的绿化面积已经占到了63%左右 由此可见 黄土高原周边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所以 如今黄河的水质才会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换言之 一年当中 黄河在水量充沛的汛期 其实际流量可达每秒2700立方米时 河水就会呈现最深的土黄色 但是在汛期之外 水量减少 上游泥沙有被大大拦截 自然下游的水质就会渐渐变轻 特别是黄河的湖口段 在平水期和枯水期水量就会相对比较少 一般平水期的水流量大概为每秒1000立方米 枯水期的水流量为每秒800米立方米 而每年的5到6月份 刚好就是湖口段的平水期 此时 黄河为干流中下段的泥沙含量会普遍减少 水体变轻 透明度升高 水下的受光条件更好 黄河干流的氮 磷元素较为丰富 再加上充足的光照 20到30摄氏度的11水温 黄河的藻类生物得以进入繁殖高峰期 藻类密度升高后 水色就会随之改变 这就是黄河水变率的真正原因 但是 对于黄河湖口出现的青山绿水的景观 网上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 黄河水游黄变率是好事 说明通过这些年的努力 黄河的生态环境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 认为黄河水质变轻和变率并不是一个概念 如今黄河湖口段水质呈现浓郁的绿色 说明河水受到了污染 水质严重负营氧化了 提起黄河水变绿了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现象太少见了 那这种现象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首先 黄河湖口段的水质由黄变绿 对于黄河的鱼业资源而言 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水质之所以呈现绿色 主要就是河水里生长着茂密的藻类植物 不仅有利于增加水中的溶结养 提高水里各种鱼类的繁殖和生长 而且还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据相关鱼业数据显示 湖口段到三门峡非常适合鱼业资源的发展 因而在这周边确实分布着很多土著鱼的产卵基地 比如分布在陕西境内的北方铜鱼产卵场 每年5到7月刚好就是它们繁殖生长的高峰期 而且成年北方铜鱼可以长到20到30公斤左右 是黄河里有名的土著鱼类之一 不过黄河水变率虽然为鱼类的繁殖和生长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黄河鱼业资源却并未进入繁盛期 反而很多的鱼类数量在递减 据黄河鱼业资源调查数据显示 在上世纪80年代 黄河发现的鱼类有大约191种 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只剩了82种左右 减少了将近一半以上 而且以前黄河里很多的鲤鱼 北方铜鱼 蓝州年 刀鱼等的数量也在大幅度减少 关于黄河鱼类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为过度的捕捞和水质污染是一方面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各种水利工程的修建 对鱼类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如何在不影响水利功能的前提下 降低对黄河鱼类的影响也就成为了极需解决的难题 其次 黄河水适度的呈现绿色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也要警惕这种过度的深绿 是不是水质污染带来的超负营养化的征兆 因为据媒体发布的视频和照片上可以大概看出 黄河湖口段的水质颜色普遍呈现枣绿色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河水中氮磷等含量比较高 才导致枣类大量繁殖 而众所周知 氮磷等化学元素的主要来源就是生产 生火等工业污水和废水的大量排放 所以很多人看到黄河水的颜色 不由地表示担忧 认为如果污染加剧 那往后在黄河蓄水和水量减少期间 黄河的冲下游会不会爆发严重的水滑等灾难呢 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 目前很多专家表示 黄河水游黄变率只是一种很短暂的自然现象 因为从以往的黄河数据上可知 每年6月下旬左右 小浪底大坝的高位名流洞和地位排沙洞会被同时打开 到时候黄河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滤工程会适时躺屑 从而将淤积的泥沙逐渐向下游排出 这就是黄河的掉水调沙工程 此工程要持续20天左右 而在此期间 随着黄河水量和泥沙的大幅度增加 黄河中下游 包括湖口段的青山绿水景观就会很快被黄水取代 也就是说黄河水5月变绿 但6月下旬又将会变黄 而且就目前来看 黄河或口段水质变绿发展成超负营养化的概率很低 因为水质超负营养化这种污染 一般多出现在不具备流动或水流不畅的水域中 但是黄河水确实奔流不息的 所以黄河水变绿其实也暗示着其水质在逐渐变好 换言之 黄河水短期变绿也意味着黄河水在变轻 因为黄河浑浊的泥沙主要是来源于黄土高原及其封沙区 但是从2000年至今 经过20多年的退耕还林还草 植树造林和水利工程的蓝沙 黄河的泥沙含量在逐渐减少 而且从黄河水文站的监测数据可知 三门峡2020年的输沙量只剩3.44亿吨 比过去70年的平均值减少了约62%左右 诸多现象表明 黄河的生态环境正在好转呢 绿水青山正在成为现实 展望未来 黄河的生态蓝图更加令人身亡 无论是水少还是沙多的问题 我国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专项规划 通过南水北到西线工程解决黄河水少的问题 通过修建古咸水库 气口水库来提高冲沙效率 以其削减铜光高层解决河床淤沙过多的问题 黄河水变率是一种短期的自然现象 直接原因是河水流量减少 泥沙般运动力减弱 河水变率表明藻类的密度较高 有利于渔业资源的养护 从大环境来看 目前的黄河也在逐渐变轻 淘水比例不断增多 地上悬河正在转型为生态黄河 未来 随着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的持续深入 调水调沙 经验的不断完善 以及跨流域掉水工程的后续推进 相信今后的黄河还会更加美好 赛上江南的愿景将不再是幻想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